我在出家没多久 曾经有一年在高雄住银新龙寺 过年 哪一年我也忘掉了 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比丘尼的道场 住持天一法师 天一法师曾经问过 他说 他从古书上常常看到 从前道场的住众 敢都敢不走 把他都不走 他说我现在有几个道场 他有好几个庙 他说我里头的注重 一切生活我照顾都很周到 为什么留不住人呢 他们常常都想跑走 问我这么一个问题 我记得我记得我当时回答他 古时候这些出家再家人到寺庙安堂里面来是求道的 你这个地方有道 所以大都大都大不走 现在 在这些出家人到 Ian 都会忽一味儿 你自己一定要一身做自 大众到你这里来 他真地想学到东西 他没有学成 我相信他不会走 我过去在台中 慈光图书馆 清静黎炳南老居思 夜心学教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想赶我 我不走 为什么我没学成 赶都赶不走 我到这个道场来是有目的的 我学成之后 你们不要赶 我自然就走了 我没有学会 你想赶 我不会走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对小颜 alloc